爸爸是怎样做到平凡又伟大的呢? 他有什么好的地方呢? 阿妩大嘴狼向爸爸 这是我们的阿妩大嘴狼 他照了照镜子,瞅了瞅自己 我是阿妩大嘴狼 伙伴们说我爸爸厉害极了 厉大无比 哟,有一点点像你耶,阿妩大嘴狼 阿妩大嘴狼的小伙伴对他说 还真别说,最近我是有点像爸爸了 这可太讨厌了 为什么讨厌呢? 因为爸爸说话嘎啦嘎啦 吃东西嘎吱嘎吱,太粗野了 脸上也有伤疤,耳朵上有伤疤 脸皱皱巴巴,嘴巴上还有饭粒 可怕的獠牙,衣服上扣子快掉了 憨声正耳,尾巴分叉 蛮不在乎的放屁 满脸皱皱巴巴,爪子长毛 这就是我们阿妩大嘴的爸爸 啊,别抱那么紧啊,透不过气来了 胡子拉叉的,扎得疼死了 当爸爸抱着阿妩的时候 阿妩说道 爸爸在家里也是躺着滚来滚去 啊,讨厌讨厌 我不要像爸爸啊 这年冬天,我弟弟得了重病 哦,哦,好难受啊 弟弟躺在床上说道 阿妩,怎么办 弟弟的病一直不好 这该怎么办呢 突然,我发现爸爸朝森林深处走去 常命归,我爸爸要去哪里? 阿妩问常命归 去咕噜岩的老龙那里取鳞片 吃了那种鳞片 不管是什么病 马上就会好 常命归回答道 好吧 啊,我也悄悄跟着去 呼吱呼吱 嘿哟嘿哟 咕噜岩比想象的要远多了 爸爸去咕噜岩 咕噜一直在后面跟着爸爸 过了这座桥就是咕噜岩了 已经看到老龙的家了 来到咕噜岩 爸爸恳求老龙王能给一个鳞片 老龙王说道 什么,想要我的一片鳞? 可以啊,那就先帮我打扫打扫卫生吧 老龙王说道 爸爸便开始打扫卫生 搬东西擦桌子擦椅子 缝缝补补补 洗盘子 还有拖地 还帮老龙王噎腿了呢 爸爸拼命的干活 我也偷偷的帮爸爸干活 可是 呀,辛苦了,辛苦了 呼呼 老龙王喷了一大口火 烫,烫,烫死我了 不小心烫找了爸爸 嘿嘿嘿,我才不会给你鳞片呢 我不过是逗你玩玩 老龙王说 什么,这也太不像话了 原来老龙王欺骗了爸爸 太过分了 我不会饶了你的 哦 爸爸一大口咬住了老龙王 哎呀呀,好好大的嘴巴 对不起饶了我吧 看来老龙王被吓到了 我 我不顾一切的 跑了出去 你 竟敢欺负我爸爸 哦 一口 也咬住了老龙王 为了表示歉意 老龙给了爸爸一片最好的铃片 后来 后来 爸爸和老龙 成了朋友 我因为当时昏了过去 这些事 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爸爸 带回来的老龙的铃片 非常有效 妈妈 把老龙的铃片喂给弟弟吃 弟弟 马上就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弟弟的病 全 好了 爸爸 还是老样子 憨声 呼噜呼噜 说话 嘎啦嘎啦 咬牙 咔嚓咔嚓 尽管如此 我 还是彻底 喜欢上了爸爸 以前 讨厌的地方 也都不在乎了 真是不可思议 现在 我最开心的事 就是 像爸爸啦 好的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每天 我会给你们带来 精心挑选的故事 你们的点赞和订阅 是我最大的动力 这就是平凡又伟大的爸爸 平凡粗糙的爸爸 有壶茶子 吃东西也不注意 但是 他会把伟大细腻的爱 给到自己的宝贝 虽然 平时爸爸很少说出口 但是 他在心里 是非常非常 爱自己的宝贝的 希望宝贝 能抱一抱 自己平凡又伟大的爸爸 我会把伟大的 伟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